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套森林湖110多万的房子了 113万8这套房屋的教权是 这套房屋占地是2400多尺 然后它的占地面积是5200多尺 这套房子是建于1977年 可以从年份上大家从进来的这个感觉的结构上就可以感觉出来 这套房子会比较老 但是这套房子重新做过装修 所以说它的漆以及这个地板都是新装的 可以看出来它没有装的那么细节 这个是为了卖的装修的 像那些很边角的剃脚线 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它的装修是为了装修的装修的 那么这个房屋 咱先看一下楼下进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大的一个客厅 然后那边是通向厨房 然后这边是通向这个餐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通过卧室 然后这边这个门是去往咱们这个车库的一个门 那么咱们前边看完呢 可以看一下厨房这边 然后厨房那边有卧室 从这边过来呢 是厨房以及另外一个家庭厅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家庭厅 还有壁炉 这边呢那边有一个小的厨房间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楼下的卧室 是带洗手间的 然后这是厨房 厨房过来之后 和另外一个那边的门 是联通的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正餐厅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正餐厅 有一个门可以通往后院 这个家庭厅也有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 咱们的正餐厅 对从右边那边也可以直接是 从客厅过来 那么咱们这个后面看完 咱们看一下后院 后来可以听到 它后面有一条主 比较大的马路 会有车 开过的声音 然后这个院子的话呢 还是需要 需要打理一下 比较旧的 给我做个电话 稍微的清洁一下啊 然后那边送个花草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噪音比较大 那咱们快看一下 在楼下的这个卧室 这是楼下的一个卧室 然后连接着这边的 咱们刚刚进门左手边的这个 卫生间 要也做客位用 然后呢也是这个卧室的一个 卧生间是可以洗澡的 那就是楼下的卧室 然后呢这边是两个车位的一个车库 那从车库怎么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为了装修我的装修 我没有装修 这些屋底 封木头都没有封好 包括它的这个墙啊 刷都不是那种特别的完美要做的那种很漂亮的那些 这些小地方 呃做的还是不够 那么咱们看一下楼上 楼上的右手边呢是主卧 然后左手边呢有两个次卧 咱们先看一下主卧 主卧呢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主卧也可以从窗户看到我刚刚说的这个比较繁忙的一个马路了 那么有车经过这个的话会比较影响 晚上的话如果车库呀 会影响了这个睡眠 这个屋主的睡眠 这边有两个衣柜 然后观想室的 可以看不过这个厕所的台面都是重新装过的 然后这个洗手间 嗯浴缸的墙什么全部都是重新做过的 这他有的地方 花钱大的地方做的 但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就没有做好 啊这边呢是楼上的两个 次卧 一左一右 然后共用的是那边的卫生间 你看看这个这个屋 那边是属于 它后面这个主卧道还比较繁忙 是一共是四条路 相对来关于比较繁忙 这个很吵的其实 对会很吵 这个不太这个就是咱们俗充的硬花 一个条子无法给人的一个通常 这就是为什么这套房子现在还不送 但是它改不掉 那我上市了十一天 如果这个房子没有后面那套主卧道的话 我相信现在已经没了 那么这个那边的卫生间 咱们这个房子看完之后呢 这个房子咱们总结一下就是 就是它的先说缺点吧 它的缺点呢 它的缺点呢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老的房屋 所以呢 它的在构造 在这个区域的化分上过于硬朗 它都是用墙以及门 强行给你搁出来 如果说这边没有没有这栋墙的话 或者说这栋墙窄一点 从这边可以看过去的话 会通透很多 那么同样的 从这边如果也可以看过去的话 就会通透非常多 然后呢 这个它的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硬上主战刀 然后就是 这个年代的房子的一些通病了 比方说这个屋矿老旧一些 虽然它做了重新装修嘛 但是你有一些水管 上下水管以及电路的一些 老化碳是存在的 肯定是不如新房的 那么这些也是一些缺点 然后它的 车库也是没有做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缺点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大鞋屋底 可能有个人不喜欢 但是那个年代真是一种特点 所以说这个 算不上是缺点吧 那么缺点也就是刚刚咱们说的三点 那么这个房屋的优点呢 是 有第一 在这个 年代的房屋呢 它在楼下有一个卧室 而且还有这个卫生间 独立专用的卫生间 是比较不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年代的房子很少 可以 就是说做到它的功能性上 能做到这个房间 还有楼上的 两个次卧用一个卫生间 然后还有一个主卧 也就是它达到了四卧三卧的这个一个标准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还有一个它的优点就是 因为它年份 老旧店前后院是很大的 它的占地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么 也就是 它 但是 这边的房屋很神奇的是 但是 这套房子它也有被抽一切用 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物业费 是一个月八十九块 那么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小区的一个公园 来供就是说 大家过去散散步啊 小朋友啊 玩耍一下 这些东西 那么 这些优缺点呢 就是 还是让大家自己均衡啊 等了 顺便提一句 在这个 虽然这个一百多万的房子吧 一百一十多万嘛 它这个房子的话 学区还不是特别的高 它是七分 六分 七分 学分的话 不是特别的高 只能说是个中等左右吧 具体的趋势还是看大家 那么 今天这套房子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行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点赞转发 下次见 拜拜